这个视频是记录如何运用 Excel spreadsheet里面的concordinate function 就是concordinate function 如果我们要是只要打一个等于 conconcordinate functions 那么这个功能可以把两个数字 或者两个column的文字把它连在一起 那么因为这一个要求是 当时一个特殊的要求是 要做成这样一个表格 00001然后00005 然后00006 000010 11 15 16 20 就是这样一个表格把它排列出来 那么我学习这个concordinate 连接功能是这样做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type这个00001 如果你要是直接type这个00001 你回车 它就变成了1了 那么这个敲门在什么地方 是要在要在要想在0 保持在数字前面就打一个引号 引号 引号怎么打引号 然后你给打0000001 这样一回车 它就可以打出来了 那么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小窍门 学在这里吧 OK 现在怎么做这样的一个表格呢 它就是用conconcatenate concatenate的方形是这样做 OK 首先在这个 一个表中先打出一个 我可以把这两个delete掉 让让这个看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我们重新再做 1 2 1 这个号是1 OK 这个号为什么有这个字 我不知道 delete掉 still not working 这个里面delete掉 OK not working OK 哦 insert OK let do that 第一行打1 那么这个现在打1等于 这个加5 6了 如果把这公式打出来 你就可以无限制的往下加 就每个5个5个打一个151611 然后这边呢 因为打成001到005放在一起 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打这个 直接打一个5 那么就这个等于也是加5 比较好 直接就告诉你这个 记忆了是不是要这样做 是的 5加10 然后我也是往下拉 OK 好了 现在这个里面 要想把两个数目 把它合在一起 把它放在那个中间 就好看一些 OK 这边再加一哈 OK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是这样做的 这是 现在是怎么做呢 是打个con等于 con canitate 可以打个这个东西出来 那么是 要怎么做呢 先要因为你前面要加0 他这个0没办法加 所以说先要打一个 比如说加6个0 123456 加了0以后 把双一号 那么这个是加在前面的 那么打1 2号 这个你要放这个1 E1 我再关掉 E1 加这个 Oh No Not like that 就是直接加一个 Oh Worse 只加一个 E1 好了 然后现在又打一个双银号 那连接什么呢 还要加个0000 1000 123456 好 现在要加一个 两个横杠 就是两个横杠 就是两个横杠 三个横杠 把它反正给我分开 一下是两个横杠 三个横杠 打 23456 然后到这边来 然后变成了什么东西 然后又打一个双银号 然后又打一个 d号 然后把这一号加进来 好了 应该这样就可以了 试试看 好 Arrows here Arrows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 是什么 Aaa1 Aaa1 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能看到这个地方是什么 Arrows 00001 Aaa1 这要把它 放到 Aaa1 00001 有没有问题 先看这个 0000 看这个呢 Aaa1 这个地方有加一点 OK 这个地方有加一点 OK Let's 多好 然后再试试看 然后这边有没有一点 OK That's good 还是有 arrow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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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哦 再打这样打多加了一行 把它移到这边来 Here you go 这就出来了 Right 这个是 这跟这边是一样的 1到5 6到10 0.1到0.5 0.6到0.10 0.10 1到1 所以关键的是这个 conordinate 是把这个和这个加在一起 那么其中你还要加额外的0 和额外的这个空 space 和横线的话 再加这两个 所以这个 有时候是编码当中 这个标点符号 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点不0 它就不work 你现在做 你会加6个0 或者加7个0 1个再加一个0 那也没问题 如果在这个框架之内 做这个事情 就没问题 然后全部就 变成了7个0了 那你现在要不呢 选择 多加一个 这是我学到的一个 新的知识 叫做 conordinate 放行 放行 中文字幕——YK